刘强东疑似性侵案终于告一段落 网传他可能要赔偿1000万美金 这个案件的女主角之所以能打赢这场官司 完全因为他有一个强大的律师团队 传闻他的律师团队有6名律师 这场官司光律师费就不下几百万美金 这是为什么据传言 这场官司打赢后 这个女主角需要付给律师团40%的钱 其实美国的司法系统没有什么公正可言 只要你有钱你请得起最大最强的律师团 你就有很大的机会可以胜算 比如说之前的美式足球运动员辛普森 因为有强大的律师团队所以得以逃脱 那个律师团队的主要律师是卡戴三的老爸 现在的美国监狱系统里面 还是有很多冤假错案 很多特别是黑人 特别是 小红生